2019中国福州羽毛球公开赛11月10日在福州海峡奥底中心落下帷幕 中国选手拿到女单混双两项冠军 成与非2比1战胜现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名将奥远希望夺得女单冠军 王毅律、黄东平和郑思维、黄亚琼经过一场得比之战 分别获得混双冠亚军 当天的混双决赛在两队国语组合郑思维、黄亚琼、王毅律、黄东平之间展开 王毅律、黄东平表现优异以2比0的总比分 战胜队友郑思维、黄亚琼获胜夺冠 我觉得今天我们其实在技战术上没有他们发挥的好 然后我们可能在一些相持的时候失误比他们多 然后他们在一些防守反击上就限制的会比我们好多了 我们其实一直在处于被动 今天发挥的整体还是比较正常 第一局上去调动比较好 不像以前打起来开局老会落后比较多 气势上比较输 然后第一局打好之后 可能第一局赢了之后 第二局整体就对手可能也会有一些失误啊 自身调动不好 所以说今天打的还算比较顺利吧 本次赛事中 国语一姐陈宇飞 先后战胜 俄罗斯选手叶夫根尼亚 泰国名将拉叉诺 英达农 加拿大华裔 李文商杀戮女当决赛 对决日本名将奥远希望 决赛首局 陈宇飞以9比21落败 一地在战 陈宇飞以21比12 扳回一局 决赛局中 两人比分交替上升 经过一番熬战 最终 陈宇飞以21比18 拿下决赛局 未免女当冠军 作为2020 东京奥运会的积分年 年末冲刺期 此次赛事的冠军积分 高达11000分 在选手们看来 备战奥运 最关键的 要避免伤病 一直都在准备当中吧 也是一直在改进自己的一些缺点 能够争取有更好的一面 去面对奥运会 然后我觉得避免伤病吧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身体健康吧 防伤防病是最重要 然后就是 防伤防病的情况下 在让自己更完善 更就是更好一些 然后才能把奥运会 继分赛很大更好的 当天的男单 男双和女双的决赛中 均无中国队的身影 世界排名第一的 日本选手陶天咸斗 2比1战胜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 夺得男单冠军 女双决赛中 日本组合福岛游记 广田彩花 2比0战胜韩国组合 李少熙 生生战 男双决赛中 印尼组合吉迪恩 苏卡姆约 2比0战胜日本组合 家村建设 原田起物 本届比赛设男单 女单 男双 女双和混双 5个项目 奖金总额达到70万美元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本届比赛